为什么说中国这一次探测火星的方式前所未有 美国人注意到中国人的一个遗憾 在欢欣鼓舞之际悲伤同时逆流成河 2020年7月23日中午12时41分 长征5号火箭成功发射我国首次火箭探测任务 天文一号探测器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美国人声称这是中国一次大胆飞跃 在过去数十年 中国遭到美国为首西方以及俄罗斯在航天航空领域的技术封锁 独辟蹊径走出了自己的技术路线 毫无疑问 中国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就 载人航天北斗导航史无前例的探测器登陆月备 以及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火星 都让全球的科学家为之惊叹 之所以称中国这一次探测火星是前所未有的方式 是因为这一次长征5号发射一次性携带了轨道飞行器 着陆器和漫游车 飞行器将围绕火星轨道飞行探测火星 并充当着陆器和漫游车的中级卫星与地球通讯 着陆器和漫游车将在抵达火星轨道之后的数月内着陆火星表面 进行地质辐射等星体科考工作 中国这样的探测火星方式 在人类过去探测火星的历史中前所未有 意味着中国掌握了其他国家不具备的技术成就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火星探测任务时指出 虽然中国这次火星探测任务是前所未有的技术方式 但相比美国宇航局一向高调大张旗鼓的作风不同的是 中国人的表现相对克制 这似乎是中国人的习惯 更喜欢用行动来说明 而非成口舌之强 美国人形容道 美国宇航局的火星计划就像是打造一辆豪华轿车 花哨奢华不缺钱 而中国则是打造一辆实用型轿车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但是高效实用 但是毫无疑问 即使如此低调 中国人还是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美媒报道称 中国在做的事情是除了美国之外 全球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事情 在中国天文一号火星探测任务成功发射之际 美国人也注意到中国人的一个遗憾 那就是作为中国火星探测计划的缔造者之一 万卫星院士在天文一号发射前的5月20日病逝 年仅62岁 在天文一号成功发射备受欢欣鼓舞之际 为万院士逝去的悲伤也同时逆流成河 曾有人问 为什么中国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以及俄罗斯全面技术封锁下 取得如此瞩目的成绩 回答是 正因为有了万院士这样许多的中国科学家 在竭尽全力的探索和奉献